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计的风格很符合你 或你喜欢它的 对 现在讲我嘛 对不对 是 谢谢 我觉得这颗真的准备给廖老师 请他帮我专程设计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 它的可以发展的空间比较大 那这一颗是 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一颗 这一颗它是Fancy Yellowish Green 它是绿钻 那是颜色比较淡一点 其实我跟你讲 颜色就是如果你看的话 它没有称底 这个比它淡很多 所以称底就会浓很多 这个就是真的算很浓的色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样我们就有概念了 同样的绿色 我们观众朋友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化妆前 化妆后 好 是啦 应该这么说也可以 所以香起来之后呢 其实刚刚李老师说 还没有香之间 它可能比原来的裸实 画面上你现在所看到 这个裸实的颜色还要来的浅 对 但是想不到它称了底之后 香起来化妆后呢 会有这么深的颜色 但是我喜欢素颜没有化妆 对 看个人的喜好 那这个裸实将来香起来 可能比它还要浓郁 或许 要看你怎么香 其实不会差很多 还好 真的 好 那个戒指 妈妈有没有在戴 这个戒指 妈妈有没有戴 他们都舍不得戴 很少戴 对不对 所以它还保留这样的一个折光 它如果戴了之后 有洗手的习惯 大概洗超过10次 15次以后 它那个水 水雾 它不是水出跑进去 是水雾 那个雾气会跑进去 洗不掉 其实老人家都是这样 你给她 她舍不得戴 只有重要 非常重要的场合 比如说像一些喜宴 或一些很顺忠的事情 那这个如果戴 妈妈佩戴了之后记得 不要洗手 因为它是 它是 不要担心 老人家都是保险箱在戴 没有 最怕的就是 你知道吗 妈妈戴过一次之后 她会想到 洗手的时候不敢拔下来 因为在外面洗手拔下来 怕掉了 所以她可能会直接洗手 那这个雾气就会跑进 这个K精的表面 那钻石就会变雾了 所以你如果说 这一个新做的钻石 我们就直接花 比较多一点的钱 在那个钻石的表面 好 一点 来 这个钻石花多少钱买 这个大概 这个1.51克 那我那时候同样跟这个 以色列商人一起买的 对 大概换成台币一样 加那些手续费 大概快一百万 好 来 我们现在来见价 好 好 看它是不是真的很会买 来 请见价 136万元 现在这几年 这种所谓的这种 比较纯正颜色的这种 绿的 粉的 还有比较浓郁的黄色 它是慢慢慢慢慢慢 越来越讨喜 所以我是觉得说 的确的 这几年 是说彩钻 开始就蠢蠢欲动 当然你不要去买咖啡色的 当然也OK 很便宜也没关系 我说你假如你买得起的状况是什么 你不要因为灰色 要黑黑 那种就比较 但是那种也是价格的问题 只是说像这样的高档的财政 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 只是说它的颜色 目前来讲 它是大约一克拉五 看着要三万块美金 才买得到